它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不然我們以前去動物園 可能就是拍拍照啊 看看說明就走了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更深度的去 跟動物做一些步伐 而且就可以有些即時性的 有一些更深度的內容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專屬的導覽 在你們身邊的感覺 好 回到IC夢想家 我是藍軒 繼續回到現場邀請到的 左真創意設計中心的創意總監的 王啟漢來聊天 我們聊到的是 現在因為蘋果的話題 所以先前其實是左科博的話題的 元宇宙的話題 接下來是穿戴式頭盔的話題 也因此的話到底是不是 AR、VR、MR、XR等等 就是它越來越接近實現 而且越來越接近我們生活當中的應用 看起來的話國際之間討論這個話題 台灣其實並沒有缺席 所以我們先前聊到的是說 在一些應用層面當中 大家準備摩拳擦掌 但是我們今天聊到是硬體設備 台灣就有 所以我們剛才跟王啟漢聊到一個是 可以聽得到的像個墨鏡一樣 這個真的很輕耶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好像可以買一隻 這個就中了一點點 但這個的話呢 事實上它就跟更多的一些 可能機構啦 單位就可以合作了 那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你們是跟動物園打算合作是不是 我們其實有跟政府單位去推廣一些計畫 那我們有先以一個景點為例 我們就以壽山動物園為例 壽山高雄那一個 對對對對對對對 那我們希望的是說 其實我們在體驗動物園的時候 有時候動物在睡覺啊 或是他躲起來 其實你看不太到 那如果沒有專業的導覽在旁邊介紹 你也不太知道這個動物 他的習性啊 他的特性 那我們希望戴著眼鏡 到了動物園 我們舉犀牛為例好了 那犀牛就會走到你的面前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3D化 所以你戴著眼鏡 讓小朋友看到犀牛就在你面前 那也會介紹說 它是什麼品種 那它也會有一些互動 所以讓你在體驗動物園的時候 他的介紹是蚊子 就是一個犀牛的 然後這旁邊有蚊子 所以你可以有蚊子 聲音蚊子都可以 都有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做成動態 所以它就會在眼前 你也可以跟它自拍 所以你戴著眼鏡 看著你的家人跟著動物 你可以用前面的鏡頭 幫它照一張相 喔這樣的啊 我沒有怎麼樣幫它照相 我不太懂耶 它前面有camera 然後呢我要按嗎 然後你會看到 假如你看著我 就會看到這邊有一隻犀牛 那對比方說這樣子 然後你就按下去拍照 它就會幫我們照 按什麼 按那個手機上面 喔這樣子嗎 喔是這個意思 或者用手勢 手勢控制一下 它就會拍照 因為我們前面有裝 手勢控制的sensor 這樣子 OK 可能你可以比一個動作 它就幫你拍照這樣子 喔 對所以 你在整個體驗觀光機 如果那隻動物沒有睡著 我們可以真的跟假的一些拍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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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是說假的犀牛 跟真的犀牛拍照 真的真的可以 它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不然我們以前去動物園 可能就是拍拍照啊 看看說明就走了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更深度的去 跟動物做一些互動 而且就可以有些即時性的 然後有一些更深度的內容 對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 專屬的導覽 在你的身邊的感覺 有點像到故宮的那個概念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故宮是戴耳機嘛 那以後我們可以戴著 這樣的一個穿內心的裝置 沒錯沒錯 OK OK 好那所以你們就做了一個犀牛嗎 對一個是犀牛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想要利用這個空間 如果我們有一些動物 我們叫天馬行空的動物園 那以前像恐龍啊 已經看不到啦 或者是這個飛馬 那我們其實戴著這個眼鏡 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你以前看不到的動物 讓大家再發揮想像力 所以其實你給我幾面牆 我也能夠投出一個像動物園的場景 其實是不一定說 一定要建置一個真的動物園 所以很多地方 都可以做不同的體驗跟互動 那這就是一隻恐龍 可能會追著你跑啊 這隻是迅猛龍對不對 這應該是暴龍 暴龍嗎 是暴龍 OK 就是會讓牠跑出來 跟你做互動 所以我們在想說 其實透過智慧眼鏡 那不一樣的動物園的體驗 我們有很多可以發想 讓民眾可以有更深的一種體驗 OK 好 所以你們剛剛講說 這個是天馬行空動物園 是未必到動物園裡面去 但是實際上的動物園 是在壽山動物園 現在已經有了 對 其實這個是壽山的場景 那剛剛那個也是壽山 在改建之後的一個場景 那它其實 它是三面牆的空間 我們可以把東西投在牆上 其實它的這個場館 也是他們的內部的空間 那其實你走在不同的小空間 都可以有很多驚喜 很多動物在這邊出現 就是說在壽山動物園裡面 有一個小房間 它裡面可以看到 不實質存在著動物 你也可以用VR的 也可以用AR 你也可以用MR都可以 所以就不用太局限說 什麼地方才能看到 其實我們 隨處都可以把它營造成一個 像動物園的場景 那這樣的話 如果也要弄成一個 紐約街景庫斯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或是大金剛 就真的是在這個地方 對啊 我們也會讓遊客去找一些尋寶 可能到某一些地點 才會跳出一些驚喜 就讓它在裡面 有點像在玩遊戲的感覺 玩寶可夢的感覺 對對對 就可以讓體驗更豐富 OK 所以這次目前你們想得到的 就是說比方說像動物園 比較遊戲式的 沒錯沒錯 那還有呢 還有什麼可以應用的 我們還有像是 工業用的 就是工業用的啊 或者是說 我們有一些新的產品 在生活場景上的 像遊戲的部分 遊戲 像我們有一區也是台灣黑熊 然後我們也有想一個小遊戲 那戴上AR眼鏡 它有一個遊戲選單 它在做什麼 因為它用手勢控制 它的下一步就是這樣子 用手勢去控制 那你就會看到 它是360度 就是有黑熊會過來 那這隻黑熊 它還沒有身上 有一個特別的V 你可以設一個飛鏢過去 打到它身上 它就會多一個V V的造型 所以它的胸前 就會有一個這個小飛鏢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如果我們去到那個展區 那個動物園的那一區 然後黑熊介紹完以後 你就讓它玩一個小遊戲 讓民眾對於這個整個體驗 能夠更深入 去做一個 另外一種娛樂性的應用 對 那小朋友他們會很喜歡這種 可以去跟動物做一個互動 這是另外一個體驗這樣子 嗯哼 就是帶有一點點 教育的興趣在裡面 對不對 對這樣子 這樣子大家就會 對他們認識更深一點 嗯嗯嗯 我們上次在聊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 就是說好像就在一個 觀光的場景裡頭 就是你好像可以有一些 更知識性的補充 對 透過這樣一個補充 沒錯沒錯 對 像這一個是 我們一個智慧展廳 那我們透過這個智慧展廳 你只要給我三面牆 我其實就可以投影出 不同的裝潢啊 或者是場景 那你如果戴上眼鏡之後 這其實都是投影的 它會跟虛實去整合 那你再透過你的眼鏡 其實這些畫面 會投射在你的眼鏡 那你可以去做一個 生活上 假如說你要看這個家具 擺在你的空間中 適不適合 其實你都可以透過 這種虛實整合的方式去呈現 你是不是講 就是以前當穿戴式的裝置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它可以做什麼 尤其像疫情期間 它就說你可以遠距看車 你可以看房 對對對 所以是很模擬出這個狀況 沒錯沒錯 就是你可能在選家具啊 你有一些選擇上 你不知道怎麼選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更換你的家具 然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擺設 那其實這個空間都是 我們透過一個互動的投影機 投在牆上 那你的眼鏡看到的東西 就是現在在呈現的東西 那你讓它兩個疊合在一起 其實它就可以幫助你去想像 空間中會長什麼樣子 可是問你使用的層面來說的話 要怎麼用呢 比方說 我要怎麼把我家的樣子 對 放到這個裡面去 然後可以這樣子 像我們有跟看房的業者 那我也可以跟室內設計的業者 那室內設計師 就是它設計完我的房子 它可以先投在牆上 讓你感覺一下你家以後的樣子 那你接下來要挑家具啊 你要挑家電 你可以再透過眼鏡 去把這些東西 再跟你設計好的家具 去做一個挑選跟合成 所以是你可以跟業主 對 業者去合作 那我們算業主 是這個意思 對 我們可能是裝潢的廠商 或者我是帶客去看房的房仲 我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對對對 這樣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 開始應用了嗎 還是 有 我們都有跟一些房仲業 去做配合 那他們目前的回饋怎麼樣 就是都不錯啊 就是原本可能都比較 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像 他裝潢好的樣子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就可以讓他們 很快的去理解 我的房子裝潢好之後 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現在要挑家具 我可以透過這個眼鏡 家具尤其那種什麼 沙發的長度啊 桌子的長度啊 你想像中的跟擺上去 其實都有一點差別 沒錯沒錯沒錯 顏色也是有點差別 是是是 對不對 對 這樣子 那我最後介紹一個 我們新產品的應用 它比較偏工業 那我們就有加一個護目鏡 工業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繼續講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